上周 联邦移民部长胡森 国会议员唐庚 在国会议员庚庚办公室举办了华文媒体见面讨论会 对新的C6法案进行了解读 法案分成了三部分 第一部分新法案已经开始实施 包括 具有双重国籍的居民犯罪 将和加拿大公民面临一样的惩罚 未成年人在没有父母协助的情况下 可以申请公民身份 等待判决的申请人不能获批公民身份 无国籍可以作为酌刑批准国籍的理由 不再要求考虑残疾申请人的生活需求 如果申请人从未或者不再满足入籍要求 所有申请人不能参加宣誓仪式 2015年6月11号之前 收到的申请也要受该条款约束 第二部分将在2017年秋季正式实施 五年里住满三年 过去五年内三年的报税记录 废除六年里至少有四年都在加拿大 住满183天的条款 以非永久居民身份 在加拿大居住的时间可以计算在内 计算方法是每一天 上线是非永久居民的两年居住时间 折算成一年 18岁至54岁的申请者 需要通过语言和公民知识考试 2018年初开始实施的项目包括 联邦法庭对所有废除案件有决定权 除非个人要求移民局决定 移民官获取欺诈或者疑似欺诈文件 需要提供明确的职权 2014年当时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推出 C24法案对加拿大公民法做出一系列修改 想要移民加拿大更困难 2015年自由党党魁杜鲁多 在联邦大选中承诺 上台之后将废除C24法案 增设C6法案 2016年C6法案在众议院三读通过 2017年6月13号 众议院以214比92通过C6法案 2017年6月19号 C6法案得到预准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记者报道